IQ shut up 其实留学生养宠物一直都是被大家诟病的 经常呢可以看到很多留学生回国 然后就把自己的宠物丢弃了 所以呢无论是养狗还是养别的宠物 请一定要想好 你要做好可以陪伴他一生 然后不抛弃他的准备 而我在养他之前也是做了很多功课的 最后我才终于下定决心养我最喜欢的这个狗狗 那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澳洲养狗攻略 首先呢肯定就是澳洲购买狗狗的渠道 那在澳洲如果你想要养一只纯种的平均狗的话 其实是比较艰难的 因为澳洲是完全一只后院繁殖的 所以呢一般都是要找正规的breeder 可是澳洲想养狗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一般呢都是有一个很长的等待期的 我呢一开始是想找本地的breeder的 可是他们最近都没有要有小狗的这个计划 所以呢我就开始找澳洲别的地方的breeder 发了无数封邮件 问了无数个breeder 最后选了这一家 因为他们近期会有小狗 而且价格什么的呢我觉得也比较合适 那我就跟他们讲好了 我要预定一只小公狗 既然狗狗在别的城市呢 他肯定是要坐飞机过来的 在选择宠物充用公司的时候呢 一定要多注意 多去他们的各类社交平台去找一些他们的评价 那我选的这个公司呢 是我的breeder给我推荐的 叫做departure pen 那它的价格就是比别的公司要贵了一点 可是我觉得也是物有所属 在等待他到我们身边的时候 我也给他备起了他的日用品 像最基础的水盆饭盆 然后他的临时磨牙棒还有玩具之类的 广告或者宠物店是都可以买到的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价格 在决定去哪里买 在澳洲呢 如果你是第一次养狗 或者不知道怎么训练他的 是可以去报一个poppy school的 他呢是为了给没有打好疫苗的小狗 进行一些社交训练 也是为了教狗狗的主人怎么去训练他 如果你第一次养宠物 我很推荐你可以去报名试试看 最后就来说一下狗狗健康的问题 我前几天呢刚来他去打了疫苗 一般你就是去联系你家附近的宠物医院 他都是可以帮你打的 一共呢是需要打三针的 一般只要是正规的breeder 他都是会给狗狗打好第一针疫苗 并且给他们植入芯片的 你只需要给他打完后面的两针就可以了 我很想说的一点就是买保险 一定要买保险 虽然呢保险是也有一点贵的 尤其是像他这种大型犬 但是买了以后就能会安心很多 而且呢其实买保险是非常容易的 你只要在网上买就可以了 另外呢他的保险是分很多很多种的 就像是最基本的然后是一些意外性 其实跟人类的是差不多的 我给他买的是RSPCA的最贵的那个选项 具体的让大家可以去咨询那些保险机构 总之大家养宠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再养 拜拜